本文转次,投资快报,一度呈现出复苏迹象的Verity Future,简称FF,再次陷入生死存亡的边缘。 记者通过查阅大量相关资料,以及多方求征,基本可以还原贾越廷与恒大的纠纷细节及经过。 信任与放权,恒大和贾越廷的合作,可以追溯到今年的6月。 经过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三个多月的审批,恒大于6月18月获准投FF,并于25日以67.467亿港元收购香港10名公司100%股份,从而获得45%的Smart Clean公司股份。 按投资协议约定,石颖将在三年内向FF支付20亿美元的投资款,其中2018年底前支付8亿美元,2019年支付6亿美元,2020年支付6亿美元。 虽然恒大成为FF的第一大股东,但其对贾越廷还是充分信任与放权。 一是同意保留石颖此前授予贾越廷的十比一特别投票权,将贾越廷继续作为FF实际控制人,即控制董事会,又牢牢掌控FF的经营决策权。 二是恒大不参与FF的运营管理,即便恒大集团总裁下海宣洁任FF的全球董事长,但由于其全面负责恒大集团的运营,无暇顾及FF的管理。 实际上恒大委派到FF的只有一个出类员,只负责最基本的出类工作,而且协议已约定即便出类员不签字,7天后也会是未同意付款,也就是FF的资金使用权,全有在月亭掌控。 而对于广大的FF员工而言,恒大的投资,不像FF避免了大面积财源,他们的薪酬湖待遇等员工权益,也从招部保新重新得到了保障。 三座大山,由于贾跃亭多次被列入是信费执行人,而恒大在国内资本市场的良好信用记录,为了满足FF在中国发展的资金需求,恒大在合作后积极协助FF开展融资工作。 但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恒大发现贾跃亭一直隐瞒了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对FF在中国融资有巨大不利影响,这些信息包括贾跃亭作为了是股东,是违法,关于反乘投资的法规,拜管局37号文,因此FF中国的外汇账户被冻结。 这导致恒大投入到FF的资金无法在中国结会,并于支持FF中国业务开展,甚至连员工的薪酬也无法发放,直至今日仍只能靠恒大的无敌压结款维持运营。 更大的问题来自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对贾跃亭的不信任态度。 多家银行明确表示,无法接受FF实际控制人们贾跃亭。贾跃亭在中国还有大量的债务,只有贾跃亭曾要部分,并不再作为FF实际控制人,才能获得融资支持。 政府相关部门也明确表示,建议股东方考虑调整贾跃亭CEO职务,希望恒大能力自身的品牌,信用和影响力,解决FF在中国区面临的问题,推动FF相关业务在国内的发展。 据了解,一家参与洽谈的银行在现场就明确表示,只要贾跃亭还占有FF股份,就不可能融资。 如果要融资,贾跃亭的股权就必须转出去,FF不能有他的股份,更不能让他控制FF。 一份政府来含也显示了其对贾跃亭持不信任的态度。 贾跃亭这位失信被执行员依旧担任GFF的CEO,这给FF中国业务和项目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因此,这会破坏政府机关对该项目的支持力度,建议股东方调整他的CEO职位。 融资工作的不顺利,向恒大充分认识到,FF中国面临三座大山,必须尽快解决, 一是FF中国在国内的外汇账户被冻结,无法结会, 二是FF中国基本上不可能在中国取得金融机构的融资。 三是因为FF实际控制人贾跃亭本人,继续不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以及由此引起了持续的负面新闻,FF想要获得相关的政府政策支持十分困难。 继续信任,双方合作的前期可谓细分融洽, 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佳燕甚至带领高管团队, 赴卫于洛杉矶的Faturday Future总部进行了视察。 据媒体报道,美国当地时间7月13日, 许佳燕一行在贾跃亭的全城陪同, 下参观了FF总部的生产制造、电气实验室、动力总成、电池电控、设计工作室、车辆安全、车联网、自动驾驶等核心研发部门, 双方并就公司未来发展,进行了研讨交流。 但当恒大现贾跃亭反映发现的问题, 以及希望共同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时, 贾跃亭当即表示恒大提前支付的8亿美元已用完, 要求恒大在提前支付7亿美元, 才能让FF91在2019年3月31日前量产。 恒大当时果断同意了贾跃亭的要求, 提前付款以尽快解决中国去问题, 否则就会失去庞大的中国市场。 即便FF91如期在美国实现量产, 对于FF的发展是毫无意义的, 恒大要把世界顶尖新能源技术引入中国, 的计划更是无从谈起, 如果恒大真要多控制权, 大可继续坚持执行员协议, 只需等到明年一季度, 假月停完不成量产承诺, 皆是投票权自然反转, 从而拿到控制权。 基于这种信任以及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恒大同意考虑在提前提供7亿美元, 并同意取消FF81车型量产的立场杯考核, 以及同意解除36个月若改月停, 不能回到中国的FF办公室旅行CEO职责, 何时比一投票权将反转的条款, 但FF必须解决外汇账户被冻结的问题, 并实现国内客融资, 彻底解决FF中国的困境。 基于这个共识, 双方展开深入洽谈, 重点内容包括排取措施解冻账户, 实现融资, 同时考虑到假月停不愿回中国, 建议委任彭建均管理中国区业务, 以更好调动恒大资源, 协助解决中国区困境。 在谈判过程中, 假月停一方主动提出, 有假月停肯让其所持有的FF股权与第三方。 其认为, 此举足已向有关部门, 证明他不再是FF的实际控制人, 从而解决中国区面临的问题。 经过商讨后, 双方随后签订了补充协议, 协议的核心内容, 是双方约定在签订协议的三十天内, 假月停将其持有的FF股份转让给第三方, 并应提供令消关政府机关和金融机构满意的证据。 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 假月停指示将股份交由Liam Burstet代持, 该女性已被证实为, 假月停美国业务代理人邓超音的女儿, 也就是说, 假月停仍为FF的实际控制人。 据了解, 相关政府机关和金融机构, 研究了假月停提交的证明文件后, 均对假月停的转股行为提出质疑, 一份政府罕见表示, 假月停此次转股需要提供更多的证明文件, 以评估其是否仍实际控制FF。 直接的结果是, 目前FF的外汇账户仍未解封, 政府的产业支持政策业难以落地, 金融机构的贷款各式奔文未放, 恒大提前支付7亿美元的新决条件并未达到。 恒大让步, 按FF发展的整体设想, FF中国是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 FF美国是技术研发的, 二者缺一不可, 但如今FF中国迟迟未能打开局面, FF美国也因惊人的烧钱速度而陷入资金黄, 为了打破困局, 今年9月恒大再次提出了新的资金替代方案, 恒大愿意在2018年提供7亿美元投资款, 用于支持FF美国的运营, 此外还愿意提供5年期的5亿美元贷款用于FF中国, 以解决国内的资金困境, 借年利率为7.8%, 较恒大自身的融资成本要低, 加上此前已提前支付完毕的8亿美元, 意味着恒大在2018年一年时间里, 就将向FF支付20亿美元, 这个数字等于原计划分三年支付的投资额, 而从总额看, 也意味着恒大将向FF总投资达25亿美元, 其中20亿美元入股, 5亿美元贷款, 小原计划进一步增加了知识力度, 5亿美元的贷款并非小数目, 而且恒大作为上市公司, 不得不考虑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 因此恒大基于最基本的商业原则, 要求以FF香港及FF中国的股权作为贷款抵押, 不过, 贾跃平认为此次恒大的所有建议与看法都是八王条款, 包括恒大认为FF知识产权因在FF集团内部自由流动, FF中国有权使用FF的技术, 最终, 贾跃平拒绝FF在美国研发的技术在中国使用, 恒大在这次谈判中, 还有更大的让步, 甚至同意将FF911产的里程碑考核, 从2019年3月31日, 推迟至2019年6月30日, 但贾跃平拒绝FF美国与FF中国共享技术, 甚至提出20亿美元的投资款只能用在美国, 并坚持要求FF中国必须先经过他同意, 才能进行超过5亿元的融资, 这基本意味着许佳印将世界最先进新能源汽车技术引入中国的梦想破灭。 在这次谈判破裂后, 恒大首次提出要撤换CEO, FF也由此在困境中越见越深。 本文不代表本开观点,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